欢迎来到小九撩剧,今天小九带来,一下之空窗期第五十集,不再是朋友。 路易在假期中,难得一大早就接到夏夏的电话。 他心中暗暗以为,是不是他今天不陪妈妈,要来找自己了。 夏夏,怎么了?一接通电话,他便迫不及待地问道, 路易,晚上蓝青玄说要请大家吃饭,你会过来吗? 夏夏问道,你去我就去啊。 虽然两人没公开,但是一起和朋友同学聚聚,也挺好的。 夏夏又支吾了一会,路易敏锐地察觉到他肯定有事要说,便耐心地询问,还有什么事吗? 我不知道你听了会不会不开心,夏夏在心中犹豫,到底要不要和路易说。 但是不说,又十分过意不去。 你先说什么事,你不说,放在心里,我才更着急。 路易被他弄得十分迷茫,不知道有什么话不可以直说。 是这样的,谢霄想和我见一面,他说,有事要找我。 什么? 路易听到谢霄的名字,差一点就把手机扔在地上了。 他吻了吻自己的情绪,尽量显得大度一些,他找你能有什么事。 夏夏,不知道,但是他说希望我能和他见一面,所以我答应了。 他愿意告诉自己。 那自己也不能太小心眼,路易只得问道,你们什么时候见面? 我去接你。 不用来接我,我和他就在蓝青玄定的那家餐厅见一面。 我和他已经没什么话好说了,应该很快就好。 夏夏不放心地问道,你应该不会不开心吧? 路易自嘲地笑笑,不会,不会,但是如果你不告诉我,我才会不开心。 夏夏,那我白天陪我妈妈逛街,晚上和大伙一起吃个饭。 就这么决定了。 好,晚上见。 路易放下手机,挨挨了一声,一想到夏夏要和那个讨厌的谢霄见面。 心中就十分不爽,但又不好多说什么,毕竟这段感情。 她知道,她对过去那段感情早就放下了,真正拥有了她的男人。 是她。 她实在不该这么小气。 可是,男人总是这样。 死要面子活受罪,明明心里在意的要死,面子上还装着很大方。 一整天都恍恍惚惚,心中一直想着谢霄到底有什么事情,找夏夏。 想来想去,又想不出个所以然。 夏夏来到和谢霄约好的地方。 许久没见,夏夏的心还是十分忐忑。 毕竟,当初两人不算好聚好散。 没有成年人该有的体面。 体面有时候不能当饭吃。 可是每个人却都在为这两个字活着。 夏夏,好久不见。 谢霄坐下之后,轻声打了声招呼。 好久不见。 最近还好吗? 夏夏不知道两人还可以说什么。 气氛实在有些尴尬。 和前男友就应该老死不相往来的。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,相对无言。 除了沉默还是沉默。 谢霄,挺好的最近,我听从家里的安排,快要结婚了。 她说的语气很平静,听不出是开心还是其他情绪。 夏夏惊呆了,回过神道,那恭喜你了。 谢霄淡淡一笑,谢谢。 她自己其实也很惊讶,才与那位女孩见了几面。 就觉得两人可以结婚。 谈不上什么爱不爱,只是彼此的条件很符合罢了。 听从家里的安排,有时候也是很稳妥的安排。 她也终于想通了。 放下了。 爱情是这世间最辛苦的修行。 爱与不爱都是上天安排好的缘分。 无法抢求。 这张卡还你。 谢霄从包里将一张银行卡交给夏夏。 之前你给我的,我现在还你。 这几个月,我想了很多。 刚开始我还奢望你会回心转意,所以没有把卡还你。 夏夏摆摆手,不行,这里面的钱不多,你拿着吧。 谢霄,我一个大男人,怎么能拿女人的钱? 我知道你这些年,为了攒钱也不容易。 我们各自分开,是没有缘分。 再说了,恋爱中的花销。 都是你来我往,过了就过了。 这钱还你,我才能安心。 夏夏这才收下银行卡,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 那就别说了,祝你幸福,祝你找到你真心爱的那个人。 谢霄以为自己会说不出祝福的话,但是此刻看着他,他又心软了。 他还是想祝福他过的幸福。 你也是,希望你和你的他,能有幸福美满的生活。 夏夏真心地说道,也许他们今后都不会再有联系了,也不会再过问彼此的生活。 分了手的人,就失去了做朋友的资格。 但是他还是愿意把最好的祝福,给他。